三十九岁鲜肉鼻祖寒羹 自从2018年二月迎娶小两岁混血女星卢靖山之后 两人在南方家乡低调举办浪漫婚礼 一众亲朋好友受邀见证幸福时刻 婚后小两口不设防积极开展造人大忌 于去年20229月9日官宣女儿出身的喜讯 并晒出一张温馨全家福照 养溢着满满幸福感 近身为幸福妈妈的卢靖山 生完孩子后并未被束缚在家 而是获得丈夫婆婆的支持积极付出工作实现自我价值 先受芒果真人秀陈锋2023浪姐4的邀约 昨日午中午12点 新一季浪姐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全球各地的33位姐姐齐聚一堂 激烈争夺成团名额 随着节目出舞台表演的播出 37岁辣妈卢靖山凭借一首英文歌大获好评 最终以375分的成绩位列第三位 总排名仅次于艾勒陈佳化及安波刘亦云 舞台上的卢靖山身穿一袭黑色性感西装 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 稳定的嗓音及美式唱腔 亦是得到龚琳娜老师的赞许 原本以为卢靖山会凭着出舞台亮眼表现成功翻红 起料迎来的却是黑热搜 甚至自己的老公韩庚一度被骂到热搜榜一 真是人在家中作 锅从天上来 至于韩庚为何被骂 皆因卢靖山唱票结束后 匆忙去后台给六个月大的女儿为母乳 并自责道对不起 妈妈尽力了 事后 不少网民眼见卢靖山辛苦一幕 心疼表示 婚姻到底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好处 有女方粉丝愤怒直言韩庚呢 让自己的妻子这么着急赚钱 于心何忍 有这么缺钱吗 这是着急付出 怕失去这个流量吧 有网民认同观点感慨称独立女性真不容易 婚姻给女性带来了啥 不过 也有男方粉丝替韩庚名不平 缓家称为什么要骂韩庚 宝宝才六个月大 他也不能自己母乳补育啊 事实上 如靖山在初舞台发言致此环节 曾多次感谢家人对其工作的支持与帮助 尤其是老公韩庚 为他联系专业编舞 编曲老师 其实夫妇俩恩爱无比 而且小宝宝有专门的育儿嫂来照顾 看来是网友们操错了心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